这一节呢我们再考虑一下Google文件系统当中的可靠性的问题 那么可靠性的问题跟我们前面分析的性能问题一样 我们也分成两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一个是快服务器的一个可靠性问题 看看快服务器会出现错误的时候 那么整个系统该怎么办 第二个是我们需要考虑主服务器 就master服务器出现了可靠性的问题 显而言之间这个master服务器可靠性问题会更加严重一点 因为它一旦出现错误的时候 整个系统可能就不能访问了 那么先去解决一下快服务器的一个可靠性的问题 那么快服务器的可靠性问题的话 我们就考虑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场景 就是这个快服务器出现整个服务器的当机 或整个服务器全部坏掉了 那么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说 在整个比如说我们是四五千台服务器的情况下面 不太可能只出现一台服务器的错误 那么同时可能会出现几十台 比如我踢掉一个机架的一个电源 那么整个机架将近四十多台服务器全部就会下线 在这个情况下面 这种可靠性我们怎么进行处理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先假设 就是有一个人会帮助我们做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人就是这个master服务器 那么在整个集群里面 我们可以通过master服务器来处理 整个快服务器可能会出现的一个出错的一个问题 那么对master服务器来讲的话 对集群当中我可以通过一些提供的一个监控 监控去看一下这个某一台服务器是不是还在线 那么所有的信息可以汇报给master服务器 那么master服务器相对来说去监控整个集群来说也是非常方便的 因为这个时候不需要实时的监控 对吧 可能需要隔个几分钟去监控一次 所以总的数据上也不是很大 在master服务器发现某一台快数据服务器不在线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我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呢 那实际上就是说我需要把数据的副本 因为我们知道原来的数据副本是三个副本 那么在某一台服务器或几台服务器掉线的时候 那么可能这个是数据块一 对吧 那么它整个数据块某一个副本可能就下线了 那么这个时候副本下线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从两个副本重新恢复成三个副本 那么这个时候对于master来说 它可以扫描整个集群系统 那么它可以统计哪一个数据块可能会出现错误 因为所有的数据都是在它的内存当中 对吧 它在内存当中扫描一遍 比对一下整个在系统当中还有的数据块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哪几个数据块丢了某一个副本 然后它就可以启动副本恢复的过程 那副本恢复就很简单 那么无非就是告诉两个节点 比如说这是A这个节点 另外一个B这个节点 那么就可以把这个数据块从A这个节点复制到B这个节点 这样的话整个chunk1就可以恢复成三个副本 那么这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可以算一下这个过程 比如说我掉了一个服务器掉线了 那么我需要恢复它的数据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那么我们假设我们现在这个服务器能力会比较差一点 可能这个服务器 每台服务器存两个T的数据 那么我们看一下恢复两个T的数据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面 大家可以想一下 看看我第一个机场过程是不是对 那么对于两T来说 比如说我们就是在一个磁盘上面 我们恢复它的数据的话 那实际上一个磁盘如果顺序读写的话 我们假设能够达到200兆 这些非常理想的一个数据情况了 那么200兆每秒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看看需要恢复多长时间 那么2乘以1024 这个是G 再乘以1024 这么多兆 那再除以200兆 大比每秒 那么是5 照照照照约了 这个除以下算5吧 所以10k 大概是1万秒左右 1万秒的话 可能超过将近两个多小时 大于两个多小时 对吧 那么如果你恢复这个两个T的数据 需要两个小时的话 这个时间是非常慢的 对不对 那么大家考虑一下 这个计算过程是不是正确的 好 那实际上呢 这个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有truck服务器 我们有一个truck是C1 我们有另外一个truck 我们找一台服务器吧 那个比如说 我要坏掉的一个服务器 这台服务器上面 有truck1 有truck2 对不对 那么在另外一台服务器上面 它可能也有truck1 对吧 那么还有一台服务器 它也有truck1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再找两台服务器 这台服务器有truck2 另外一台服务器有truck2 那我看一下 我恢复数据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我恢复数据的过程 实际上是让这个truck1 从这台机器 比如说这台机器 还叫A吧 恢复到B呢 对吧 然后呢truck2在恢复的时候呢 实际上我是找了 另外一台机器 D 对吧 那么从这台机器 恢复到D上面去 那么在这种条件下面 大家可以看到truck1 和truck2的恢复 它是并行进行的 对不对 如果我能够保证 这台外调的服务器上面 所有的truck 都能够并行恢复的话 那么实际上 我们刚才算的恢复过程 是一个truck恢复的过程 那么我们都是能够 并行恢复的过程的话 那么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对吧 如果是用千兆以太网的话 那么实际上就是64兆B 除以EK的BPS 那这个可能就不到一秒钟时间 就能恢复了 对吧 所以呢 从并行恢复的角度来说 而且有MAS的帮助 用整个监控系统的帮助 整个系统 快服务器出现错误的时候 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可以恢复 整个数据块 所需要的一个复补的一个数目 那么这是对于快服务器 出现可靠性问题的一个处理 那么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大家可能也就是想到 这个可能会比较头疼 就是主服务器的 可靠性的一个问题 那MAS的服务器的话 因为它保存的所有的数据 第一点 它都保存在内存里面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在内存里面的数据 一件掉件 所有数据就丢了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呢 在MAS服务器里面 第一个需要处理的手段 就是我不光在内存里面 保存我的数据 我要把所有的 在原数据在上面的操作 那读的操作我不管 对吧 读的操作因为不影响 整个原数据的一个内容 那么对于写操作来说 我都按照日志的方式 保存到硬盘当中去 那么至于为什么 要按照日志的方式 我们在之前的那种 已经讲过了 这样的话 能够充分利用 吃饭那个带宽 对吧 拿到日志之后呢 可以很快的将日志 放到硬盘里面 这样的话 我在恢复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在恢复的时候 就是要在硬盘里面 把所有的日志 在内存里面 再重新再做一遍就行了 这样的话 可以保证说 我这个内存数据丢了 我这个硬盘数据 可以重新恢复过来 好 这是他现在做的第一件事情 关于主服务器可靠性的问题 那么在这里面 大家可能会看到 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如果我都是从零 第零号操作开始 一直恢复到我们现在 可能是第100万次的 一个操作 在这个时候 整个过程会非常的长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所以呢 一般在原数据服务器里面 它会定期的做 整个文件系统的一个 原数据的一个snapshot 这是整个原数据 metadata的内存的一个内容 那么会定期的 会刷到硬盘里面 这样的话 我在日志上面 那么这部分数据 它可能反映的是 日志到这个时间的时间点 那么之后呢 到这个时间点为止 这是最新的内存的数据 所以呢 我在恢复的时候呢 我只需要把这部分数据 在硬盘上的这部分数据 加上在硬盘上的这部分数据 那么这就构成了一个 最新的内存里面的原数据 这样它能够加快 那个日志恢复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也是在 那个master服务器上 做的一些工作 好 那么这是通过日志操作 能够在硬盘上 快速的恢复原数据 那么也有同学可能会问啊 三个服务器 那肯定 它不光可能会内存会出错 它硬盘也会出错 在这种情况下 那数据就会丢掉了 那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在Google文件系统里面 它用了影子服务器的方法 那么什么叫影子服务器呢 这是我的主服务器 master 那在主服务器的旁边呢 还有另外的服务器 它那个服务器叫做shadow 就是master一个影子 那master上面所有做的操作 都要把操作发给影子服务器 那么影子服务器 也按照我刚才说的方法 包括机制制压 包括在内存里面操作 再操作一遍 这样的话就能够保证 在master服务器出现错误的时候 影子服务器迅速的 可以提供service 向外提供服务 那么可以在几秒钟的时间内 让这个master服务器的 坏掉这种情况 让外界手不知道 这样的话 也能够提高整个系统的可靠性 那么也有同学会问 这个master服务器和shadow服务器 都有可能出现错误 对吧 毕竟只有两台服务器 那在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那么当然呢 有人也会说 我可以做shadow的shadow 但是做shadow的话 这样会造成整个系统 非常的复杂 那么在Google文献系统里面 他就没有必要做这件事情了 那么他会把这些 比如说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在硬盘上面 他会有日志 和他的某一个时间点的 内存的镜像 他会把这两部分数据 因为保存在硬盘上 所以他可以多保存几个副本 比如说我在整个集型里面 保存大概四到五个副本 这样的话 如果你四到五个副本 全部坏掉了 那你的运气也太差了 对吧 所以相对来说 保存四到五副本的话 我仍然可以在硬盘上 把整个数据给他恢复过来 那这个时候恢复过程 就跟shadow服务器 恢复主服务器的过程 就不太一样 那么shadow服务器 恢复主服务器 可以几秒钟完成 在这个时候呢 我需要安装一些新的机器 或者挑一些新的机器 从硬盘上 把整个原数据 从读出来 重新在内存里面构造 那么这个时间 可能会需要几分钟 需要花一定的时间 才能够做到 那么毕竟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毕竟两台服务器 一个master 一个shadow 坏掉的概率 还是非常小的 那么基础坏掉的话 我也有后备的手段 去做这种工作 那么这些手段 包括日志 包括shadow服务器 包括将服务器